我们对于一战的了解 相比二战要少很多 但是有一句话 似乎却是人尽皆知的 那就是一战这场战争 上千万人的死亡所换来的 仅仅只有二十年的和平 我们都知道 一战中存在着两大阵营 分别是三国同盟 以及三国协约 《中学历史》课本中 也提到了一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那就是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 在波斯尼亚的遇刺事件 但是对于两大阵营 开战的深层次理由 恐怕很多人还是一知半解的 其实简单来说 一战就是一场 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之战 三国协约中的英法俄三国 除了俄罗斯帝国之外 全部都是老牌殖民帝国 也全部都是 现有殖民体系的既得利益者 而俄罗斯帝国 虽然是后发列强 但是由于俄罗斯帝国 有着向东发展的天然优势 所以事实上 俄罗斯帝国同样也是 现有殖民体系的既得利益者 而且俄罗斯帝国在所有列强中 是入侵中国最方便的一个 所以俄罗斯帝国 对于现有殖民体系 并没有多不满 反倒对德国很不满 因为俄罗斯帝国 对于巴尔干半岛 是有着自己的利益需求的 但是德国却长期支持奥匈帝国 在巴尔干半岛与俄罗斯帝国对抗 但是英法却愿意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换取俄罗斯帝国制衡德国 所以在共同的威胁之下 英法俄自然走到了一起 协约国的另外一个潜在成员 则是美国 美国在美西战争之后 事实上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对美洲的力量映射 英法默认了美国对于美洲的控制权 但是德国却一直都在和墨西哥和阿根廷眠来眼去 毕竟得不到的永远在躁动 美国参加一战的直接原因 其实也就是德国尝试拉拢墨西哥所导致的 反观三国同盟 则每一个都是对现有的殖民地体系不满的国家 例如德国既没有足够的殖民地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市场 德皇威廉二世对一战的解释是 寻求阳光下的土地也就是殖民地 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理解 也可以被理解为寻求足够的市场 来消化德国的庞大生产力 许多国家也有着与德国相似的困境 例如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作为传统的欧陆列强 其对于海外扩张并不是很上心 这也使得其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的红利 但是作为老对手的俄罗斯帝国 却能够不断地向东扩张 此消彼长之下 奥匈帝国的形势也越来越危险 尤其是奥匈帝国这样的传统多元化封建帝国 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下 更是越来越难以维系自身 奥匈帝国也需要一场战争 来转移内部矛盾 意大利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 作为一个比德国更靠后的后发国家 老牌殖民帝国留给意大利的肉同样不多 三国同盟说白了也就是三个处境类似的国家 不得不走到一起的故事 反观协约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帝国 以及后来加入的美国 也全部都是现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 作为既得利益者 自然也就有着维护现有体系的动力 所以说 一战说白了也就是殖民体系的挑战者 以及殖民体系的维护者之间的一场战争 那么按照一般逻辑而言 一战必须要有一个阵营彻底的倒下 这场战争才应该结束 但是在一战结束之后 就由殖民体系并没有崩溃 德国等后发列强也并未倒下 这场战争原本就不应该结束 但是却因为某些原因而提前中场了 之所以一战会突然结束 则是因为一个变量的出现 1917年3月 俄罗斯帝国爆发了二月革命 罗曼怒夫王朝被彻底推翻 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一战却并未结束 因为此时俄罗斯的控制者 依然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1917年11月 10月革命爆发 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 但是外界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却并不友好 德国向苏俄抛出了极具掠夺性的和平条约 英美等协约过国家 更是摩权擦掌地试图直接干涉俄罗斯革命 面对这种危险的情况 列宁等人能够采取的办法并不多 最具操作性的一个 就是立刻现在马上在欧洲各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只要欧洲国家深陷革命之中 那么欧洲国家自然也就没有精力对付苏俄了 1917年的法军大滑变 以及1918年的德国11月革命 其背后都有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子 从基尔港爆发的11月大革命 直接地导致了德皇的倒台 同时也间接地导致了一战的结束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德国本身已经不再具备继续维持战争的条件 如果德国执迷不务继续作战 那么只会迎来俄罗斯帝国的悲惨结局 一战的另一个主要玩家法国 同样也面临着相似的局面 在1917年的华变之后 法军在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动员能力 继续逼迫士兵冲锋 那么能够得到的结果 也只会是更加暴力的革命 一直到1918年美军到来之前 协议国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继续长期推进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停战对于德法两国来说 似乎才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 法国的底气显然要更足一些 因为1918年的法国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不再有自身政权可能被推翻的后顾之忧 所以在巴黎和会中 法国才会看起来那么有攻击性 但是美军的到来 仅仅只是使得问题被掩盖了 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了 欧洲左翼革命力量的崛起 也将欧洲人民将对战争的失忆 转变到了对当权者的痛恨 尤其是在一些并没有得到足够战争红利的国家 这种情况更是相当的严重 例如意大利 意大利人民对于战争的厌倦 直接在后来导致了墨索里尼的伤害 法国人对于战争同样丧失了兴趣 这也是二战初期 法军表现消极的主要原因 当然表现最为明显的还是美国 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真的是一战的战争红利不够吗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如果德国真的被彻底打败的话 那么一战的参战各国 依然还是能够得到足够的战争红利的 而导致一战被迫中断的核心原因 就是出在了俄罗斯的身上 所以在一战末期 俄罗斯问题代替德国问题 成为最为让欧洲国家所担心的问题 1918年一战结束之后 英法美日等国派出联军入侵苏俄 西方对于俄罗斯革命的干涉正式开始 你看西方国家并非不具备继续作战的能力了 只是他们分得轻轻重罢了 而对于战争红利分配的不均匀 同样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例如大萧条 二战结束后 美国因为得到了欧洲的市场 就没有爆发类似于大萧条的事件 另一方面 二战后整个欧洲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事实上就算是彻底清零了 也不存在什么多余的生产力了 但是在一战后 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英法的三国本土 几乎都没有被大规模破坏 这也使得此时的欧洲国家 有着大量的多余生产力 美国的大萧条 之所以能够波及到全世界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国家 本身也不具备抗风险能力 而经济上的重压 也是二战爆发的核心原因之一 但是大萧条本身 却又客观地推后了二战爆发的时间 毕竟由于大萧条带来的经济打击 欧洲各国也无法完成战争的准备工作 只能推后战争进度 而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德意日等国家纷纷开始右转 旗号战程度也在变得越来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 战争已是势在必行 而且欧洲的变数苏联却在不断地变强 这也使得英法等传统列强 也有了发动战争的动力 只不过英法是希望能够鼓动德国进攻苏联 而非亲自下场 事实上西班牙内战 就是英法对于二战的一次预言 在西班牙内战中得意对抗苏联 但是英法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只不过英法所没有想到的是 最终二战还是砸到了他们的头上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史 回复001即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